對於GOI的設計上面 也是大家非常有興趣的課題 所以現在就讓我們來歡迎 Gary先生為我們帶來的演講 各位大家好,我是Gary 很高興今天來這邊 前面聽到很多其他的演講都非常有內容 所以蠻擔心我今天的演講會不會太過 太過膚淺那沒什麼內容 為了彌補這一點的話 今天的投影片我就做了比較多的動畫 花眾取寵一下 大家就還有我的頭像 大家就勉為勤善的看一下 今天這個主題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個是QQ跟PiSite這兩個的結合 在開始之前我想先做一個簡單的調查 有些最好有些空間的調查 有些空間就會跟PiSite的調查 很像到剛才都直接進行 有些空間就會有很多 那如果你有在寫故意的 尤其是像我這一種 因為我們就是簡單講一下 因為我會接觸到這種東西 主要是說我們公司 就是在做觸控的產品 有時候我們就會需要觸控的話 你就做音體的比較要考慮各種各式各樣的平台 尤其是現在觸控的話 你還要特別考慮那種手持式裝置 所以我們就會去找一個比較 能夠跨各式各樣的平台 而不只是PC平台這種東西 我們需要找一個比較跨更多更多的平台 像因為RD人不多 所以如果能夠寫一個程式 到處都可以用的話就很方便 那之所以我會去用這個Python 也是說一方面是我個人對這個東西比較熟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我們很多東西都是在寫 並不是寫產品 而是在寫test case 因為我們主要是Hardware 那我們要去做測試什麼的 那test case其實千奇百怪 然後所以去常常在改變 所以我們會找一個Scribd這種東西 那能夠很快的依照我們的需求 去做各式各樣的變化 那後來就是開始 大概在這幾年吧 我們就是開始有遇到一些手機的東西的時候 原本的就QT的那種UI 就在這上面也會有一些限制 那所以我們就開始找一些其他的UI的東西 能夠來做一個取代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用Python 那也不要跟QT差脫離太遠 因為我們都已經用這個平台用了一陣子了 如果重頭再來學一個東西的話會很麻煩 那剛好就是大概就最近這幾年的話 QT也針對說它需要針對新的UI的設計 因為我想各位也知道 其實以UI設計來說 在這幾年來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變化 以前大家就是button menu 然後就這樣啦啦 就是一個制式的畫面 那可是你去看現在的各式各樣的 這些手機的設計 或者是其實手機的設計也開始轉移到PC這邊 比如說或者是平板電腦在上面來 所以各式各樣的UI都要很炫 那能夠就是前面有說到的button menu 斷來動去影片跑來跑去 就像我今天投影片也是 什麼東西都這樣跑來跑去 就是因為它為了這種需求 尤其是現在這些UI的東西 都跟一個很重要的就是touch 也就是我們公司有在做的 這個hardware touch的部分 有一些互動 所以我們就必須去找一個 能夠處理這樣子的東西的一個系統 一個開發的環境來使用 那Qt Quick的話 我們這邊做一點簡單的介紹 它基本上就是 其實它是從Qt 4.7開始的 那就是開始已經有這個東西在裡面 所以各位現在 如果你去download最新的Qt SDK的話 應該都會有這個東西在你的裡面 那它這裡面包含了非常多的UI的element 那這些UI的element呢 其實跟以前我們常用的那種什麼 什麼button啊,tourbar啊 或者是那個 就是各位常見的那些 所謂的Windows下面那種UI的element 就不太一樣了 它基本上是一塊一塊的 然後強調的話是以 比較能夠動作的方式來做 OK 那這些UI呢 也不是像我們以前 以前的話 如果是Qt的話 各位應該就是知道它有個UI的file 然後裡面描述它的UI 那它現在的UI的描述的方式呢 是叫做這個QML OK 那而且呢 它的UI的行為的控制 比如說button按下去 或是要移動這個東西的話 它也不再是使用C++這些Qt的API去控制了 它現在是用在QML裡面 是還可以含那個JavaScript的 就是它有點把目前網頁上面的那一套 把它導入到這個 它自己的UI的設計裡面來 所以它現在等於說 你就是要用這個Qt Quick的話呢 你要對那個JavaScript的話 也要有一點認識 但是Qt Quick本身呢 它還是可以跟那個 用那個Signal and Slot的方式呢 跟這個Qt做一個communication 所以這並不是兩個完全獨立分開的東西 它們還是可以互相一起合作的 所以它可以使用每天的機構 但是就是可以使用 也我這個Signal and Slot的 這就是要用這個 中一個的一些 以後的這些東西 就很容易的 但是它已經可以用這個 一個比較安排的東西 那這個Qt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 那這些有什麼 所以那些就用這個 就是可以用那個 所有的東西 我的這些東西 它當然要使用這個東西 它是可以用一些 然後就是你可以用這個東西 而且就可以用 tava 那底細節 那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 就是可以用這個所以 我們有一個capitoral的 這個capitoral的amiess 就是用他們的細分大 有blocks 可以的 就是那種什麼 這個細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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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細分子 這個細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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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定義的廠商就是 我們平常寫的這些詐句 比如說Python或是C++++ 這些詐句 最大的不同就是說 這種Declarative的語言 我們平常寫的這些詐句 比如說Python 或者是C++++ 這些詐句 最大的不同就是說 這種Declarative 它比較像是HTML或者是CSS那種東西 就是說你不要告訴我怎麼 比如說我今天要定義一個button 或者是我要移動一個button的話 我要做這些它的邏輯控制的話 你不需要告訴我怎麼做 比如說我今天想把一個button 從螢幕的左邊移到右邊 你不用去寫code說我要這樣 我講的不是單純就這樣 把它的座標移過去 而是說比如說可能要有動畫 然後它會有動畫效果這樣子 比如說剛剛第一個畫面 大家看到的那種形式的話 以這個來說它就是 它就是你只要跟我講說 你要從這個位置移到新的位置 中間的處理它都會自動幫你做 你不需要去管 如果在中間跟其他的元件 有需要互動或是什麼樣的 它也會幫你做好 你當然要把一些基本規則 大概跟它說明一下 就是用這個 這個比較好的 這個就是說 我不用去管到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那我在移動的 為什麼會不用去考慮說 我是不會蓋到其他的元件 像這些東西 那基本上它是JavaSquade-based的 你可以在你的UI裡面使用JavaSquade 去對它做更進一步的控制 雖然我剛剛說它是 你是直接只要描述一些位置這些就可以 那實際上你還是可以對它做更進一步的控制 那你也可以像如果有寫HTML的話 就是像你可以把這個JavaSquade 你也可以當成一般的Library 或者是Module把它 import進來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 因為畢竟如果UI的東西 跟Code的東西混在一起 其實還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習慣上的話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一些比較進階的控制的話 我們把它就放到獨立的JavaSquade-5裡面去 然後來分開來寫 那另外呢 這個QiQuick它的一個比較重要的 一個關於UI的改變就是說 它現在就是直接就是以State Machine 來控制這個UI 所以如果你有在寫QiQuick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是一個比較有動作 或者比較fancy的一個UI的話 你就會需要定義很多很多的狀態 就是說 我有個幫你按下的State 或者是我有一個Menu 有拉下的State 我只要定義它的State 然後再說明說 我在這個State裡面的這個 要怎麼擺在什麼位置的話 我只要切換不同的State 中間的過程它都會幫我完成 好 那剛剛我前面也有提到 其實這個QiQuick的話 它本身對於這個UI的所謂的動畫的 這個製作方面非常的強 而且不太需要寫程式 所以它不會警衛出來 沒有參觀看 他不會 forsake 看這個Siri對不對 然後就是 universal 遇到另外一ين 也是 Special 記得 文字的處理 而且它這邊的文字就是說 比如說我要秀一個label在我的畫面上面的話 我的label裡面也可以直接指定就是 一個html的subset的語法 就可以比如說 比如說pycon的py是綠色的 然後con是紅色 我不用定義兩個元件 我就利用一點簡單的html語法 就可以把pycon的py變成紅色 然後con變成綠色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針對mouse的話 還有這個 互動的這些區域的定義它都也都 而且它是針對所謂的touch的這種 比如說平板電腦那種touch的形式在做的 OK 那其他的這些位置 或者是 元件位置的處理它都有做得很好 而且你的元件你也可以任意變形 就是它有提供一個 學過圖學的比較知道就是說 你可以把你上面的元件 包含它元件裡面的子元件 通通做一個變形 比如說旋轉或者是放大縮小 而不用單獨去做 OK 還有這是狀態的部分 那動畫 它基本上它的整個UI的控制就是利用狀態機 跟它的動畫的處理 還有它的狀態跟狀態 應該是說它利用它的狀態的定義 然後再去定義狀態跟狀態之間的transition 要怎麼做 比如說你希望button移到哪裡去 menu怎麼樣打開 你也要去做的 之後它就會幫你做出這些動畫出來 另外就是說 我們還可以透過 它這邊 它也有支援原來 Qt的那些model 而且呢 其實這個好東西 可以直接切換到3D的OpenGL的那些使用的環境裡面去 另外它這邊也有內建WebView 所以如果你希望在你的CuteQuick的UI裡面 塞一個那個browser的話 其實也是很簡單 就是一個元件而已 就是這樣做就會比較好 好 因為剛剛好像很多人都 從來沒有用過這個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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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做一個就是看一段簡簡單單的範例 其實就是Quit就真的很簡單 QML也很簡單 尤其是如果你有學過CSS 或是那一類的東西的話 你會覺得還蠻熟悉的 因為還蠻像的 在QML裡面 因為它的語法有一點就是參考JavaScript 所以它的註解的話 基本上就跟JavaScript 或者說跟CC++10一樣 是用那種斜線信號的方式 那兩個斜線的那種也是有支援 那在一個QML Fire裡面的話 我們至少就是 至少要有第一行的這個input 就是要去把這個指定說 我現在是用的是Q的Quick 1.0 這樣子的一個input進來 那如果你要input 你自己其他的JavaScript的話 就可以像第二行寫的這樣子 那input進來的東西的話 就是要把它放到一個namespace裡面去 那這樣用的時候 避免那個有汙染的 變速汙染的行情發生的話 就是直接使用那個namespace的方式 這樣下去用它 那在QML裡面 其實我們常常就定義一個一個的矩形 就是區塊 那區塊我們可以為大家定義它的顏色 它的位置 或者是它跟它其他的原件的相對關係 那它的基本語法就是這個Rectangle 跟一個大括號 那它大概都是這樣 就是一個element 然後大括號 然後裡面就是在寫它其他的東西 我們今天這個範例呢 我們就是秀一個Hello World 然後在那個一個框框裡面 好 所以在這個例子上面 就是我這邊定義了一個矩形 好像這樣子一個矩形 然後這邊給它一個ID 它就像那個HTML一樣的 都是所有的元素 都可以直接用那個ID來取到它 然後就定高度 寬度 顏色是black 可是好像秀出來不是黑色 OK 這投影機的關係 這是黑色的 然後接著我們就要定義這個文字的部分 文字的部分的話 就是那個element叫做text 那text的話呢 我們就是一樣 就是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ID ID其實在這個例子裡面可以不要定 那因為除非你有程式 或者是其他的定義要去用到它 如果都沒有用到的話 其實是可以不要寫的 那text的話就是你要秀出來的文字 那在這個text裡面就是我剛剛說的 如果你可以直接放一些HTML的一些比較 應該說比較簡單的HTML 比如說你想讓那個字變出 你就是用那個b的那種tag 那或者是你想直接把字變紅色 你可以用那個font的tag 然後加上color等於 比如說紅色的話就red這樣子的東西 它就會自動幫你做 你不用自己再去搞兩個text元件 然後再把它拼起來 不需要 你就寫在一起就好了 而且它這些位置的定義 它都是 它的layout的排版的話 原件的layout的排版的話很方便 它有你可以自己就是自己 把一個個XY的位置定出來 那你也可以說我是 像它這個例子就是說 我要放在我parent的原件的中間 所謂中間就是垂直的中間 跟左邊的中間 那你也可以自己設定說 我今天要放在 比如說靠上靠下 或者是就是大概四個方向 你要怎麼去連 一旦你定義這個今天 假設這個UI是會被人家拉大拉小的話 它所有的原件都會依照你當初的設定 如果你希望它在中間 它就是會隨著拉大拉小的自己 又跑到中間去 而且整個過程就是很順暢 不會有什麼lag的感覺 好 其實這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QML 而且像這些元素的話 這邊是沒有特別no 就是比如說 如果這個元素是在 對應到這邊的一個property的話 不管是QML自己 或者是外部的Q的程式去控制它 你只要動到它的話 它所有的 比如說變紅色 它就會直接都變成紅色 都不用另外再去寫程式做這種事情 但是有點難分地 如果你應該能在到這邊 你應該應該要分析 這樣做 它們應該要分析 如果終於可以 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已經不夠在這裡 然後你應該要分析 那幾個很久 十分之一 那 這些東西 那底人 就是要分析 空間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分析 那兩個人 很多人 就要分析 去選擇 其實它裡面整個就已經把這個Qt Quick的東西整個已經包進去 所以除了你在寫一般你的CC++之外 其實你還是還可以拿來寫那個QML的這個部分的東西 那時間上我們所以前面一些細節我們就跳過去 反正這個如果你有用Qt Quick的話 其實這些東西各位應該都知道 那如果你是在開發Qt的 可是卻不是這樣Qt Quick的話 其實我的建議是可以去用看看 因為不管是在寫Code的這個方式 或是在其他UI的製作的方式 它都可以提供很大的便利性 OK 所以像這邊就是一個 我們使用這個Qt Creator 在編輯這個QML的檔案的這個畫面 像這些就是那個Synthes Highlight部分 它都有幫你做 而且它有那個Code Compression 就是說如果比如說我這邊選什麼Qt點 或那個點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把剩下的有關的方形也會列出來 讓你就是各位常用的那個ID 該有的這些Code的這些輔助的工具的話 它都有 那當然如果只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 不過就是個Editor而已啦 大概就跟Visual Steel這種東西差不多 但是用這個Qt Creator的話呢 就是說它還提供了這個UI的編輯工具 就是說我剛剛前面那個QML的範例是首Key的嘛 那其實針對一些就是UI設計的話 它都有提供這些直接類似 畫語設計畫語Gate的方式 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原件放上來 然後去設定它的這些Property 那另外呢我剛剛不是說它的UI的控制 都是以State Machine在控制嗎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UI的位置把它定義好 比如說我希望在這個State 這邊是它的State的那個定義 在這個State這些UI的位置擺好之後 我再定下一個State把它擺好 然後再定一定 把所有State都定出來之後 它只要自己切換State 它就會自動把該秀的秀出來 該移動的移動 該變顏色的變顏色 就不用再去寫程式了 所以這是它一個非常方便的地方 OK 講了這麼多其實它沒有講到Python 其實就是說Python在這個地方的角色 它是一個 我們可以這樣想 Qt Quick是一個UI 它是前段 那Python就是後段 所以我們就是把我們後段 比如說可能跟資料庫撈東西 跟處理檔案什麼 跟系統連結的這個部分 讓Python來做 但是UI的部分就交給這個上面來做 這邊就是順便提一下Python 因為可能有一些人還在用Python的QT 可能會問說為什麼不用Python的QT來做 為什麼要用Python 那當然其實我剛剛前面講的那些東西 用Python跟PyQT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就順便提一下Python 我會去特別想要用這個東西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第一個 目前的Python來說它基本上跟PyQT4 然後這個Python是一般來說是 一般來說是compatible的 那這個其實有一點歷史故事 可能有用Python大概都知道 就是說其實當初是在ToroTech 不是被Nokia買走嗎 那在Nokia以前還沒有這麼慘的時候 然後它那個時候 不是有在弄個MEMO的project 然後後來這個project 後來又跟Intel合併起來變成現在的Megle 那這個時候他在那個時候 他就一直在找一個Python跟QT的Solution 那但是他希望這個東西 它是LGPL的而不要是GPL的 可是那個PyQT就是有兩個license 一個就是commercial的 另外一個就是GPL的 他沒有第三種選擇 那所以後來在這個MEMO 這個Division裡面的Tim的人 就開始決定自己來搞一個 所以他現在就在2009年8月的時候 他就release了一個LGPL的版本 那這個就叫做Python 那而且他就是有去 因為他們自己是那個MEMO 這個Division的人 所以他們當然要去support 他們自己的平台 那以目前來說 幾乎各式各樣包含手機的平台 甚至是Android的平台 其實他們目前也是有在開發的 那這個是目前如果你在用Python的話 大概我最近看到大概是 就是1.1.1的這個版本 是目前最新的 那而且後來就是他現在也已經宣佈說 這個Python會變成是那個QT add-on 這個方式放在裡面 所以我想以後應該是新的QT的話 都可以直接也拿到最新的這個Python 好 那如果你之前是用Python的QT的人的話 你可能會擔心說 那這個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啊 我會不會要改很多東西才能做 那我們這邊做一點簡單的提醒 其實不一樣的地方大概就這幾個 第一個就是Input Module的時候 那個Name不太一樣 以前叫Python的QT for 那現在是Pysite 那其他東西就一樣了 那以目前的資源來說 基本上就是這個 它目前是跟Python的QT API 2的這個版本 是相容的 那其他的其實也不是說今天Python 它不支援那些東西 比如說你可能覺得Python沒有QStream 沒有QStream List 這種原來以前QT常用的這些Data Type 那你也會覺得說這個 它的這個Signal and Sloth的Name 好像也不太一樣 那其實它不是故意不覺得 它可以去做 而是它希望以一種更Python的方式 來做這些東西 所以像Stream Stream和Stream這些東西都是 你就是用Python裡面的這個標準的 用Stream 或者是Stream跟List 它會自動把它轉換成 就是QStringClear 但是這些轉換你都看不見就是了 今天如果我要用Python加上QML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呢 其實在Python的部分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擠航扣而已 首先你就是記得要去 import 然後你只要把那個 我們會另外寫一個QML 剛剛前面看到那個範例裡面的Code 那個檔案名字 就把它給進來 然後再稍微指引一下 我要跟著那個 視窗的大小側變化 然後再用這個 就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是一個QT Creek的程式 然後你就是利用我們剛剛前面說的 你可以用Signal & Slot的方式 或者用Property的方式 來跟你的這個做一個溝通 好 這邊我們就很快地帶過 基本上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用Signal and Thread的方式 然後用Property的方式 那你就可以讓你的PySide 跟你的Qt Quick去交換資訊 或者是互相Call對方的Function 然後通知對方要做什麼事情 好 那這邊主要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如果你使用PySide加這個Qt Quick的話呢 你要走這個MVC的架構的話呢 其實就是說我們今天把這個Database的部分 或者甚至你是用那個Ajax的Data的處理 或者是其他Anyway 你能夠想得到檔案啊什麼什麼東西的 這個東西呢 我們用Python就是PySide OK 把它讀進來 然後呢 把它轉換成QML認識的這個Model 這個Model其實跟你以前看到的Qt的那些Model 其實都是一樣的用法 然後最後再把這個Model Pore到這個QML UI上面 它就會自動去幫你顯示 所以並不需要特別做很多很多有的沒有的東西 好 那所以呢 今天要有一個Demo的話呢 好 這個Demo就結束了 為什麼結束了呢 各位剛剛看到所有的東西都是我用PySide加Qt Quick 寫出來的 好 那有趣的話 我有把Source Code整個Upload上去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些動畫那些東西 就是反正內容不多啦 就只能用這種方式來花這種舉種一下 那有興趣的人就看一下 那實際上各位有興趣再去download一下那個Qt Quick它的example 其實很多就是 就類似他們都拿來寫game的啦 寫一些遊戲 寫一些那個看照片的這些東西 就非常非常fancy的UI的控制 跟傳統我們所想的 其實整個就已經差很多了 OK 好 那今天 好 我希望大家 我們明年也講說 大家都用這種方式 不要再用什麼PowerPoint 或者什麼Liberal Office那些什麼 就用這種我們Python的方法來 好 那我們現在給大家兩個 讓大家問兩個問題好了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有沒有想要問問題的 我剛剛第一個想問的問題 你大概最後已經解答 就是說我剛剛看到你在presentation的時候 有些content可以拉動 而不需要跳出你的presentation 就那個功能很炫 就是說我們以前說要做這種presentation 比如說有一個比較長的code要秀給人家看 那總是要跳出這個畫面 然後去弄一個exitor 所以您剛剛是有說要把這整個上傳 那我不知道這個時間點如果比較慢的話 我們回家之後發個email給你 可不可以就比較快的寄給我們 OK 因為我可能會再上傳一次 或者是以其他方式 因為我剛剛來這邊的時候 我有再做了一點修改 調整的一些東西 OK 其實這邊強調一點就是 我那裡面的東西其實真正的code並不多 大部分都是在定義 你看到的那些內容 還有它的位置 然後狀態稍微定一下 所以其實看到這個動來動腳 好像很炫 其實並沒有這麼困難 我其實也沒寫了什麼東西 還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如果你使用QML來做UI 然後使用PySite來寫後段 那它在中間交換資料的時候 剛才是透過一個context的物件 那如果是比較多的資料 是會不會比較不方便的情形 或是譬如說我的DataPaste 我要繞一堆 譬如說一個FORM 然後會有很多RECURL這樣子 對不知道就是 有沒有三個經驗可以分享 其實你可以這樣想 我不曉得之前有沒有去寫過 純Qt的那個model的用法 Qt不是有什麼list model 然後什麼model 或者是obstration model 就是說你可以弄出一個model的class 那中間的Data不管是你已經準備好 或是你是它來要的時候才去抓的話 你只要準備這樣的一個model 因為QML就是用跟Qt完全一模一樣的class 它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就是跟你以前的Qt是一模一樣的 那比如說你這個東西是透過DataPaste來要的 你就弄一個model 那你也可以比如說 它在捲頁的時候 捲到後面10項的時候才去 那後面的10項才開始去DataPaste撈東西 那這個其實都是 總之你以前Qt做得到的performance 其實在這上面都也是做得到的 好 我們再次謝謝Gary 非常精采的演講